车车字撞乔敦全程路 网友笑 连直线都开不好 37岁阳南 3月14中午12点多 驾驶白色之小客车 从台中市广幅路 左转环中路后 立即加速飙车 引擎不断传来高转速的声浪 想不到挡风玻璃前 突然飞来异物 遮挡了行车视线 当异物从挡风玻璃背走后的下一秒 阳南的车辆即失控撞上 台气视线高架道路的乔敦 原本正在小肢搭车的阳南 发出速声 叫声 接着停步车 天旋地转 这张行车记录器还刚好响起 周围有迹速照上的影音 网友机 就是开太慢 再快一点就过了 连直线都开不好 还想跟人家开快车 阳南被救出后 幸运的只有右手插伤及要痛情形 但警方表示 阳南需不刑事责任 那是造势逃逸的问题 撞到东西也算逃逸啊 东西坏掉也就是造势逃逸啊 不过警方表示 虚择柱子管理单位报案 才能着手侦办 柱子是国家的啊 要请网络三位来托案啊 我们就追溯 有没有回准下车的行为的问题 东西文台中报道 Hoo Ho Ho Herry Christmas Herry Christmas Herry Christmas Hoo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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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